天文台科學主任胡宏駿和大家報告一下天氣 有句話叫做未食五月種寒意不入籠 今天是2月18日 有段時間還未到農曆五月 但這句話對今天天氣挺適合用 其實這句話的寓意就是每年踏入春天這個時間 天氣就會變得炸亂還寒 有時明明一天很暖 但第二天天氣就會突然晾晒 氣溫遭降 大家就不要急著把冬天衣放進去 先來回顧今日的天氣 在今早上我們就大回南 無論地面、牆、欄杆都出水 大家走樓梯都要小心一點 而望出去的窗可以看到海上白茫茫一片 有層海霧在這裡 能見度也比較低 正日來說能見度有些地方都是維持在一公里以下 而氣溫亦都是比較暖一些 在今日的最高氣溫 市區曾經去到21度 新界更加去到24度 不過到了下午天氣就顯著轉涼 一度冷風橫過了廣東元朗地區 情況下到下午4時的時間 市區的氣溫已經跌到14度 而新界西面的氣溫更加跌到12度 在短短兩個小時內氣溫足足跌了7度 預計在冬季季風景下 我們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都會比較冷一些 因此預計今晚和明天會是天氣寒冷 明天的氣溫會介乎9至11度 而新界再會低1、2度 天色方面會是多雲 初時會有幾陣雨 能見度頗低 而明天下午天色就會漸轉明朗 風方面就會吹清淨至強風程度的偏北風 提提各位 寒冷天氣警告和強烈掛號的封信號 現在正在生效 大家除了要注重自己的保亂之外 如果大家認識長者或需要照顧人士 不妨打電話問一問他們的情況是怎樣 至於接著一、兩天的天氣是怎樣 提提預報圖 如果接著一、兩天 我們都會繼續受到北風影響 所以寒冷天氣就會是持續 而星期四天色相對比較好 會是天晴和乾燥 周末期間氣溫就會逐漸回升 今次提到這裡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